今日的ET个股推介 就是版面看到了 就是华润电力 简选原因是 内地监管风险扩大 加上恒大事件持续发酵 以及市场忧虑本港地产营运环境改变 拖累恒指创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 股份留意受惠政策推动的板块 例如新能源 看好华润电力836 润电积极向新能源加速发展 今年上半年 新能源业务的利润贡献 占比大约8.5% 润电计划在14.5期间 新增新能源的装机是40吉瓦 2020年底并网是14吉瓦 规模在国内新能源上市企业当中 处于最高的水平 预计到2025年底 新能源机组占整体比例 超过50% 更多的新能源发电项目 令润电的优势会持续扩大 走势上 润电目前沿着上升通道向上 昨天收布19.18元 策略上建议在18.5元 附近吸纳中长线的部署 先看前浪顶22.7元 跌砖17元就要减持了 好看